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我是一名塗鴉藝術家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How street art can change the world 因为其实他们第一次邀请我 其实一个错误 我不会中文 但是我可以说 但是如果有什么你们不明白 不要怪我了 那么我会讲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涂鸦 什么是街头文化 然后其实涂鸦 在80年代在美国已经很红了 所以很多黑人 把这个东西坐在墙上 就说这个地方是我 演变到今天 就变成一个 就是说街头文化 那你们知道街头文化是什么吗 你们有看过吗 然后令我深刻 最深刻印象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 我看到很多这些街头文化 街头艺术 从哪里开始呢 有听过冰火按摩吗 有看到过阿隆那些贴吗 其实那些都是 是借钱 我告诉你 我学到最多 就是看到这种艺术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找的位置 是最好的 然后 那么这个 街头文化怎么改变 这个世界呢 一定不是好像他们这样 因为我们的认识是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美国人 他就 在一个桥 就是说 一个很多人去自杀的桥 写了一张纸条 就写了 Tomorrow will be a good day 就是因为这个纸条 令到他不想自杀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艺术 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而且可以救他们生命 所以在 2013年 我就画了 这个狗 这个是菜狗 有谁看过吗 这个就是我画的 那么我怎么想到 这个狗呢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流浪狗 被车创死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我觉得为什么 他们一个小生命 没有人去管他们 我就联想到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 父母离婚了 所以 就说 我很小的时候 就来到吉隆坡 去找吃 流浪狗 他们要自己找吃 要自己找地方住 而且 如果他们生病的时候 就会 去找一些植物 吃了 他们吐了 就会好了 就跟我的生活就一样 就说 来到的时候 没有人会支持我 就说 要自己找地方住 找好的一餐 不好一餐 就不能去 complain 这样多 就说 要去珍惜 每样东西 但是 我在这个过程 我学到了 怎么样 做一个 怎么样独立 然后今天 我就破例 会在台上 示范给你们看 我平常在节上 怎么画的 我平常在 别头看 我平常在了 这张 订阅 我平常在 里面 大声 里面 还可以 不 零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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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档 喔 然後 在里面 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 一定要看你鞋子 有没有绑好鞋带 因为如果事情发生 一定要跑 很快 但是我在这个学习里面 我学到怎么样去专注 把一个事情做好 因为在压力之下 而且今天是 其实是比街上会来得紧张 因为有1500个人 所以我看不到你们 但是是其身紧张 然后如果你们有注意到的 这些都是我平时在街上做的 然后我会选一些 比较多人看到 如果你做样东西 没有人看到 其实是浪费的 我觉得 而且这个会比 这个时间做比较长 因为我要把它弄得很好 好像贴纸 所以我平常会用滚筒先滚 因为那个墙上其实很干 然后这一身的打扮 就是平时在街上做的 你们一定会误会 我一进来的时候 这个是在修 修冷气的吗 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 我穿了这个打扮的时候 去画 我觉得我会比较安全 就是可以拿多点时间 而且 什么时候是最好呢 就是在 最危险的时间 是最安全的 就是下午 因为 塞车的时候 是没有警车的 晚上 晚上 晚上其实最危险 因为 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干事 警车一过 就看到你了 当然 我不可以 我的思想是说 我怎么样用我的艺术 去改变人家生活 就是我画这个狗 因为跟我很相似嘛 我希望把我正能量 传达给所有的人 使到他们有一个 就是 每一天在堵车 然后 你就会 忽然间多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会 令他们更开心 而且 就希望他们 可以积极去面对生活 然后这些就是 平常我在画 然后这个是 为TagX画最大 因为有他们照顾我 所以我觉得可以画很大 而且他们一直在拍 我说 可以再快一点点吗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怕赶不上 除了这个 我也画在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槟城 就是说 提醒人家 可以去喂流浪狗 然后你看那个肉 就是可以一起 有人 有人拍过这个照吗 有吗 没有 不行 还好 外面这里有很多 你可以去找找看吧 然后在邦哥岛 跟别的地方 然后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你们可以去关注我 Canji Chai 然后再看更多的 画面 然后除了这个 我也去到国外 就是被邀请去日本 我也去画 我的拆口在那边 希望也是可以 把我正能量带过去 然后除了这个 香港 然后三年过后 就是今天 就是说2018年 大概是大概五年吧 然后我就想到 因为我要帮助流浪狗嘛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去帮助流浪狗的一个视频 就是呼吁大家 可以去帮助这些流浪狗 而且就是去了解 什么是流浪狗 可以看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 等会儿 我们来到 还有 就 好 就 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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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拍了一个视频 你们可以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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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态环境就会令到那些动物有危险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然后接下来因为时间不多了 其实如果给我说 180分钟也不够说 但是我缩短了没有办法 然后接下来这个也是我另外一个最大的成就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vide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天我就想放弃了 因为真的很难 然后他们有三个吊篮嘛 然后我们上去去搞的时候 我就问我 那个人就是帮我去调整 我们怎么过去啊 很简单的嘛 你爬过就可以了 二十五层楼哦 很怕 但是 我坚持了三天 我就觉得越来越简单 因为我们从上面画 慢慢画下来 简单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面对很多困难 如果今天我们选择逃避 我们就不能去 跨过去 不能有很大成就 然后 我们弯弯都想不到 原来来这个TEDX的 比这个更加恐怖 但是谢谢你们 给我这样好的反应 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因为我画了这个墙 我也得到了 Malaysia Book of Record 谢谢 所以 有梦想的朋友 我希望告诉你们 就是说 我是从一个很低很低很低 烂泥 但是我问我自己 有什么可以低过烂泥的 最多不是回去烂泥咯 对吗 但是如果今天我成功了 我就可以上到很高 我在里面 我学到最大的东西 就怎么样 有一个很坚持的信念 当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 你怎么坚持 把这个东西完成 就是要靠这里 当我自己出来 做我自己的生意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是很宽的 是在你的手中 你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全部都在你手中 只要你相信 梦想就会成真 谢谢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